宋偉麗這次真的是鬧了一個很大的笑話了 剛剛我們在畫面上有看到 宋偉麗一開始在粉專上po的那個P圖照 那政治人物常常po這種所謂的勘災照 或會勘照 那基本上這種圖還是要表達一個 我很關心地方 我實際到現場親自來了解現場的狀況 萬一有什麼應變 有什麼緊急狀況 我可以第一時間現場處理 但是宋偉麗不是 他po了一個這個圖 然後跟大家說 這個現在雨很大 大家千萬要小心 然後把自己po在那邊 這什麼意思 這不就是要凸顯說要刷一個存在嗎 如果你真的是要提醒基隆市民 現在雨量很大 然後說清潔隊員很辛苦 那你大可po一個新聞也好 po一個這個相關的資訊圖也可以 你把自己放上去就是想要刷存在 就想要秀 你說假裝你實際有到現場關心 對不對 那結果被抓包後 宋偉麗就開始惱羞 竟然說要去把所有轉發他的圖的網友都告 我看得真驚呆了 那就是你可以告哪一條 我轉發你的粉專的貼文 你可以告我哪一條 妨礙於名譽嗎 可這個笑話是你自己鬧出來的 我只是幫你擴大宣傳而已啊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對你名譽有損 那是你自己造成的 林沛祥現在看起來是 要卡位戰是不是 對看起來是他對 可能對謝國人也不太滿意 對這個宋偉麗也不太滿意了 林沛祥可能平常有打籃球 所以特別講英文 drop the ball 就說球掉了 球掉什麼意思 就籃球運運 傳球接球 球掉下來 就你失誤出包了 宋偉麗這個事情 就連林沛祥都說是出包 球掉了 那我們就覺得他說 基隆市民真的是蠻可憐的 怎麼常常 東西在東掉西掉的 公車坐一坐 手剎車鱗就會掉下來 現在這個宋偉麗又鬧出包 颱風來了 就球掉了 所以現在網友做了宋偉麗 很多很多圖 包含說 既然你這麼喜歡刷唇在 那我幫你批 那個颱風來了 要不要關心 來我幫你批上去 這個宋偉麗從這個踏氣城 外太空來觀察颱風 宋偉麗看謝國良 車站鞠躬 宋偉麗看人工草皮 宋偉麗看蝙蝠洞 宋偉麗看謝國良撿頭髮 等等等等 全部都宋偉麗 所以那宋偉麗這樣 是不是通通要告了 但我想講一個事情是說 這個其實會有這樣的 批圖行為 表示說基隆市民 民怨現在非常高漲 剛剛看到基隆的情況 其實到今天 雖然大家上班上課 但現場情況還是很糟糕 因為你看 如果以浩安剛剛講的 其實昨天才出現了這個 還有十七戶 才做緊急撤離的話 那到今天早上 還在淹水的情況當中 那到底為什麼謝國良 是早上九點鐘 才去防災中心 好 現在師傅怎麼講 救災優先不回應 不回應沒有回報 不散撤離的問題 是不回應 還是沒有辦法回應 我覺得他是沒有辦法回應 因為老實講 我們昨天看到這個 山陀兒颱風 我們在Tray上面 看到非常多是來自於 高雄的影片 是 説不驚心 我們不知道說貨櫃 原來就像剛才 林沛翔所講的 會被吹翻 然後很多的鐵皮屋 是直接被掀翻 很多人是面對 這個颱風的時候 它是站都站不住 我們大家的這個專注點 其實都關心在高雄 可是轉眼見到這個基隆 我們覺得基隆 應該我們在北部 感覺上還好 可是基隆不要忘記 它在這個颱風 還沒來臨之前 大家還記得吧 這個禮拜一 事實上基隆就已經 淹過水了 那基隆 如果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就已經淹水了 基隆市政府 你到底在處理什麼 基隆市的市長 謝國良 你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現在就看到 基隆市的市長 驚慌失措 基隆選出來的立委 竟然是 這個我覺得他叫 惱羞成怒 那基隆的前議長 那叫荒腔走板 我給各位看 這是我剛剛上 基隆市政府 那他們的這個公告 這是七天前 九月二十七號的時候 那他們的公告 公告什麼呢 他們告訴大家說 我水溝都有清 這是在九月二十七號 他說他要超前部署 九月二十七號 他要超前部署 所以他已經去清了水溝 很得意 還發了一篇的 這個新聞稿告訴大家 然後他特別還清了 剛才舉經告訴我們的 他清了哪裡來 有基金一路 基金二路 還有這個 今天早上 其實相對淹水的地方 如果七天前 你發這封的這個新聞稿 要告訴所有的基隆人 要告訴全台灣人說 我都有做好 那但是為什麼七天之後 你到現在 還是如此的荒腔走板呢 老實講 我覺得看到 有些人現在在 網路上面討論 說謝國良市長 你到底什麼 你知不知道 什麼時候該穿雨衣 因為旁邊的人穿雨衣 外面在下雨的時候 你反而不穿雨衣 然後遇到 對 然後遇到了這個 在這個進入人家 土石流的 這個房子裡面的時候 大家都沒穿雨衣 你進去的時候 卻穿雨衣 然後人家遇到土石流 該怎麼辦 你叫人家去用沙包 去來阻擋 遇到土石流 跑都來不及了 你還叫人家去堆沙包 而且你忘記了嗎 你的沙包被你去 壓在你的人工草皮上 更有基隆的市民講說 他們當時在颱風還沒來臨之前 就為了怕淹水 他們想要去去公所裡面 去領沙包 結果這些的沙包 不但領不到 去公所連人都沒有 這個是你基隆 你現在你其實面對的是 在政治上面 有人準備要罷免你 你皮應該要繃緊一點 結果你完全沒有繃緊 你到現在還是驚慌失措的樣子 老實講我覺得真的是基隆 我們遇到一個天災 剛才其實在講到說 內政部長在問你 問你說你有沒有把你的基隆市民 好好的保全起來就是撤離 因為遇到了土石流 遇到了淹水 你要保全你的市民 你就是應該撤離 那結果你看到的 你只會 這包括立委也好 市長也好 你們只會轉 轉移目的去罵別人 你卻忘記最應該照顧你的 是當初給你選票的基隆人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很多網友po文說 今天上午在基隆的情況 就是這樣 還有客運司機說 如果我是你們的話 我今天就會請假 因為看到現場 還是這個積水的情況 這是有民眾po出來的 那昨天 這個謝國良去看災的時候 不是大量的土石 衝進民宅了 謝國良說拿沙包先擋一下 但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 似乎拿沙包也沒有什麼用 應該先做撤離 但要請教一下吳貞 因為在送我一例的部分 大家就很好奇了 你P圖被抓包 那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就認了就算了 好 現在基層就認為說 是不是謝國良用人 或是怠惰 包括9月25號就告訴你 說有小攤方 你怎麼沒有去關心 前議長現在才開始 開始出來這個 山峰點火的感覺 這個提油救火 P圖勘災造 結果又說要提告 林沛祥跑出來說 這個是做不好的示範 我想說這時候林沛祥 你又跑出來了 這為什麼呢 因為宋偉利這次真的是鬧了一個很大的笑話了 大家剛剛我們在畫面上有看到 宋偉利一開始在粉專上PO的那個P圖照 那政治人物常常PO這種所謂的勘災照或會勘照 那基本上這種圖還是要表達一個我很關心地方 我實際到現場 親自來了解現場的狀況 萬一有什麼應變 有什麼緊急狀況 我可以第一時間現場處理 但是宋偉利不是嘛 他PO了一個這個圖 然後跟大家說 這個現在雨很大 大家千萬要小心喔 然後把自己PO在那邊 這什麼意思 這不就是要凸顯說要刷一個存在嗎 如果你真的是要提醒基隆市民 現在雨量很大 然後說清潔隊員很辛苦 那你大可PO一個新聞也好 PO一個這個相關資訊圖也可以 你把自己放上去 就是想要刷存在 就想要秀 你說 假裝你實際有到現場關心 對不對 那就被抓包 然後宋偉利就開始 欸 惱羞 竟然說要去把所有轉發 他的圖的網友都告 我看得真驚呆了 就是你可以告哪一條 我轉發你的粉專的貼文 你可以告我哪一條 妨礙於名譽嗎 可是這個笑話是你自己鬧出來的啊 我只是幫你擴大宣傳而已啊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 對你名譽有損 那是你自己造成的 欸 但林沛祥呢 我覺得他現在比有惡心喔 他說哎呀 這個宋偉利就是要看這個啊 做出來就是drop the ball 我想說drop什麼東西呢 為什麼他突然繞演藝呢 欸 不是大家就要去問謝國良啊 怎麼突然去問林沛祥呢 對 因為林沛祥現在看起來是 要卡位戰是不是 對 看起來是他對 可能對謝國良也不太滿意 對這個宋偉利也不太滿意啦 那謝國良 呃 林沛祥可能平常有打籃球啦 所以特別講英文 drop the ball 就是說球掉了 球掉什麼意思 就籃球運運 傳球接球 球掉下來 就你失誤出包了嘛 那問題是說林沛 你看宋偉利這個事情 就連林沛祥都說是出包 球掉了 那我們就覺得說基隆市民真的是蠻可憐的 怎麼常常東西在東掉西掉的 公車坐一坐 手剎車鱗就會掉下來 啊現在這個宋偉利又鬧出包啊 颱風來了 結果就球掉了 所以現在網友做了宋偉利 很多很多圖 包含說哦 既然你這麼喜歡刷存在 那我幫你劈嘛 那個颱風來了 要不要關心 來我幫你劈上去 這個宋偉利 從這個踏氣層外太空 來觀察颱風 宋偉利看謝國良在車站鞠躬 宋偉利看人工草皮 宋偉利看蝙蝠洞 宋偉利看謝國良剪頭髮等等等等 全部都宋偉利 所以那宋偉利這樣是不是 通通要告了 但我想講一個事情是說 這個其實會有這樣的P圖行為 表示說基隆市民民怨 現在非常高漲